你是在烧饭还是在炒菜呢 北辰你有病啊 你病得比较严重 臭北辰把你的红箱猪褥拿开 这是我的锅谁也不许碰 在找到苏洛姐姐之前 我永远不会摘下来的 那如果找不回来 你就要顶一辈子吗 谁敢说找不回来 我已调遣东陵国十万禁军 在境内布下天罗帝王 又派出王府私兵 沿着烟霞洞府的海岸线搜索 不知为什么我失去了主人的气息 但我跟着晋王哥哥每到一处 都会联络当地的飞禽灵兽帮忙寻找 小神龙 你牙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 你个大骗子 我还没有原谅你呢 目前拥兵工会已经有三万多赏金修士接单了 他们将前往北末 南幽 西晋 像恶狼一样搜索每一条可能的线索 炼玉城的援兵正在域外战场搜索 我会亲自去赌查 师兄 小神龙 你们放心 人是我弄丢的 我去天涯海角都要把他带回来 分头行动 整个碧落大陆 不要留一个死桥 思路 等我 快跑 你甩掉他了吗 没有啊 他们追过来了 完了 前辈追杀这一路 我等早就明白不是您的对手 无奈门归森严 就算您杀了我们 也恕不能开口 没错 不说大不了一死 说了 我们将恕不如死 是啊 痛快点 杀了我们吧 门归 寒夜那家伙 真是一如既往的刻板无趣 这是 神灵远行 鬼门长鸣 红白双令 戴德叠记 您 您是白令大人 叩见白令大人 依照门归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们掌握的情报了吧 报告白令大人 那个叫苏洛的女子 现在在西晋国三皇子欧阳云启手里 苏姑娘请跟我来 嗯 云启 你让姚家把我叫来 就为这 苏洛 你看 这底料是我从那边带回来的 你从小就爱吃的牌子 还有新鲜的酸梅汤 和以前一样 什么都没变 你们是谁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重要 我把你们从垃圾堆里 福利院里 人贩子手里收了过来 你们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没有户口本 你们什么都不是 Nobody 到今天 你们中间的一个人 干了件可以证明自己的事 苏洛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是Nobody 而是我老爹收养的乖女儿 未来的金牌杀手 完美无尽 洛洛 开饭了 我给你拿了煮好的火锅哟 这火锅可香了 我一路拿过来 闻着都快馋死了 我去搬椅子过来 咱一起吃 我不想吃 好烫啊 云启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烫哪儿了 被眼镜挡住了 没见到脸上 听说吃火锅 会让人心情变好 洛洛 你就吃一口试试吧 慢点吃 我不跟你抢 好啦 喝点酸梅汤吧 洛洛 以后你不开心 我就煮火锅给你吃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那我们约定了 拉钩上将 一百年不许变 我们 还是和以前一样 可我变了 我已经不喜欢吃火锅了 我们说好的一百年 不 永远 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变 相信我 要我相信一个曾经赐过我两刀的混蛋 两刀 一刀在这儿 还有一刀 在这儿 那一刀 肋下两寸 肚脐外侧 若真想置你于死地 不会是那个位置 我说过 你本就是这边的人 我也是 为了解开龙之界的封印 让他带你回来 我必须激发你最强大的愤怒 最浓烈的情感 所以才出此下策 我本想回到碧罗大陆 再跟你解释的 不用解释了 打破信任只需要一秒 重建它 却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办到的 你搞清楚点 我之所以跟你走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我是谁 什么人 主子 是我 主子 锅要湖底了 我来加水 我就不吃了 你们慢吃 主姑娘 露露 我也不吃了 主子 这一口都没动过呀 记得你小时候 喜欢听我讲故事 尤其是安徒生的野天鹅 你问我 爱丽莎被污蔑成巫婆 又不能说出真相的时候 她怕不怕国王再也不会爱她 我说 不怕 因为当真相来临的时候 真爱也一定在原地等着她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酸啊 看那边 那是海金屋 又名虫童鸟 木粒齐家 专门用于搜索传递情报 一点钟方向牧师距离内 还有七艘船船舰 正规编队 虫童鸟 传递信息 他们肯定是认出了西境皇室的船 来找我麻烦她 姚家 最近的码头是哪里 报告主子 是距离西境仅三百里的南忧国 周 改走露露 去准备些下人的衣服 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我们 是 我这么一走 师父会担心吗 该给她传个平安书了 用惯了热兵器的人 对冷兵器手感如何 都是工具罢了 所以你是西境国皇子 是 你父皇真的认识我爹娘 他很了解你的身世 那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从我被安排到地球上 和你成为小伙伴那首起 我就知道了 真美啊 碧落大陆的日出日落 就像我们兜兜转转的人生 该回来的 还是会回来 太阳虽然会周而复始地升起落下 然而今天 此时此刻 此分此秒的这一幕落日 永远永远不会重来 永远不会重来 永远不会重来 云启 有些东西没了 就是没了 因为南宫流远吗 不是因为任何人 而是因为过去的苏洛 已经死了 洛 小姑娘 您去哪儿啊 方便 那等等我 我也去 这里 不会有野兽吧 苏姑娘 你走慢点 等等我 苏姑娘 等等我 苏姑娘 苏姑娘 您好了吗 这儿好黑呀 好了 吓死我了 回去吧 嗯 没事儿 小山树而已 走吧 啊 啊 你这相思妖术 我可是东陵国晋王府的私兵 你为何向我出手 就是 M男友果的赏金修饰 什么时候招惹你了 你这妖术赶紧放开我 不然灵狱成就 这妖术在干嘛 他在写字吗 莫怕 我主人喊叔叔我转告一声 不管你们和西晋三皇子 欧阳云启有什么仇什么怨 反正与他无关 他也不会插手 他只是想起海金屋带个信 给东陵国云雾风主人荣云大师 欧阳云启 带什么信啊 师父 徒儿已找到造纸材料 但因私事耽搁未能及时返回 恳请师父原谅 苏洛尽上 苏洛 苏洛 是苏洛 是苏洛 苏洛 苏洛 前面就是我们西晋国了 苏洛 苏洛 要是苏洛 行 小心 你退后 四姑娘 洛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洛姐 嫂子 不是她 不好意思美女 热死人了 洛洛 小心 洛洛 我终于找到你了 之前派出去那么多人 找了那么多地方 都没有消息 我真的好害怕 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 你是谁 为什么穿着露露的衣服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 是谁 分隔一年 我设想过无数次重逢的画面 但没料到 既然是这样 其实 主人你坏你坏 以后再也不许把我丢下了 好好好 再也不堵下我家小龙子了 你说的 不会吧 不会吧 小神龙肯定不会认错主人 但是他的脸 提醒你一句 他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 这 真是你 瞪什么瞪啊 还想继续威胁我 露露 我派出去好多好多人 上天入海的找了你好久好久 我 那些人都是你派出来找我的 看来我让他们送信 还送对了 露露 就若是续完了 可以上路了吗 你是 西晋国三皇子 实敬东陵国晋王殿下 幸会 啊 这坏东西 敢和我十学强女人 我定要将她放入油锅 炸至两面金黄干崩萃 就用这口锅吗 能不能有点文学休养 比喻你懂不懂啊 人道活丢 差不多行了 你俩不是一个失敬一个幸会吗 打什么打 为何跟她在一起 也不来找我 我以为你还在令玉城修炼呢 不知道你们一个两个清朝而出 南宫 你还记得拜师大会上 那个洛宇殿小姑娘的爆料吗 看来有人在我婴儿时期 就把我的脸改了 身份也换了 据说这才是我真正的模样 你不觉得奇怪吗 无论你长什么样 都是我唯一认定的女孩 但我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否则 这一辈子浑浑噩噩 我不会甘心的 她有我身世的线索 我想跟她合作 她要带你去哪儿 西晋 我也去 还有我 这回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以及我 那些海金屋 船只 人 都是我的朋友在找我 你早就知道对吧 芸琪 我不信任你 要么一起走 要么现在就分道扬镳 大家都累了吧 要不先扎营休息 吃顿火锅再聊 要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那就两顿 同意 这波有点眼熟啊 不不不不不不 露露 你以前最爱吃笋片了 以前 我还笑话你啊 是属大熊猫的 但你说大熊猫是果宝 让我好深爱护 来 这是姚家刚挖的嫩笋 南公兄 怎么不高兴了 是汤底太辣 还是调料太麻呀 你不是说了吗 那是洛洛以前爱吃的 今时又不同往日 还不许人家有个新欢啊 这山中啊 菌类众多 小丫鬟又不懂识别 新欢可不能随便乱吃 小心中毒 我看旧爱才有毒吧 否则 又怎么会成过去似的 别浪费新欢 永远有毒我都认了 这人饭吃 这是千回百转 真开分成 你嘴巴肿了 好想腊肠 我怎么做的 你确实想腊肠了 你不要打了 我做腊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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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 我给你们做了解腊的酸梅汁 酸梅汁 要吗 要要要 这火热得我嘴都肿了 我也要 给爷满上 四姑娘 你也来点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收拾收拾 出发吧 同意 除了这俩字 你肚子里还有别的词吗 别的什么呀 教教我呀 辣成嘴 你别跑 吃好了 准备出发 一去北墨六年 拖拖拉拉 没完没了 阿璇 你是不是对为师的耐心 有什么误解 师父 弟子虽不才 却也不敢辱墨师们 您让我在北墨王室 埋下的那些雷 如今都已引爆 轩辕是内讧 父子反目 兄弟相杀 只是扶持小皇子上位这时 尚需要等待时机 等 还要再等多少个六年 你不用去了 我会找人去帮你擦屁股 你等着领其他任务吧 是 下一个 是 师父进来可好 姚丫头 把面纱除了 让师父看看 师妹 好久不见 大师兄 在等我吗 您一去北墨多年 师妹甚是想念 方才我听见师父骂您 没事吧 我都习惯了 不过 令玉成最美的小姑娘 为何要戴面纱呢 我的脸受伤变丑了 再也没不回去了 是谁敢毁师妹的容颜 师兄绝不饶她 算了 师兄不必替姚姚担心 我会自己想办法 姚姚你变了 以往罪是受不得半分委屈 现在沉得住气了 是好事 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似时更迭 万物顿生 这便是天道 也是 师兄 姚姚有事 先行告辞 嗯 啊 冯云大使 她刚才也在师父的书房吗 堂堂大丈夫 哪有去媳妇家小住的 何况你还是皇族之人 就你小的中了魔诊 为何不干脆入坠 当上门女就算了 父王 真爱面前谈家庭论出身 多傻风景呢 就算您不送我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也别发那么大火 不然您后宫里的三百六十五个美人 该担心了 你 烦不烦 我都答应了 自然会把事情办好 别老跟着我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太子殿下 啰嗦 师兄 你去过西晋国吗 还要走多久啊 翻过这座雪山 很快就到我们的首都了 我们不是都会飞吗 为什么这样辛苦巴拉的走啊 每个人灵力等级不一样 飞行速度不同 快的快慢的慢 到时候队伍散了更不妥当 不妨走走 领略一下我们大西晋的壮美山河 不也挺好的 有情况 什么事儿 我竟然没见过 快点 露露 亲王殿下 求求你别丢下我 怎么 怎么会 不要这样了 你的朋友实力高强 一定会妥协 但你缺乏灵力修炼 先保自己吧 他们好像没有主动进攻我和云琪 而是 苏默 接着 救命啊 谢谢苏姑娘 她在那儿 糟糕 这是 天灵水 她想干什么 奇品天灵水 喜欢吗 来啊 空 空 空间法师 好帅 嘿嘿 大老我洛杰 人美路子远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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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肯定我是老大了 我是第一个跟着主人的 他最喜欢我 你这个龙娃娃 牙都没有长起还跟我争 论年龄谈辈分 我相识是叔叔才是老大 走了 走开 走南京海洛 还有金王哥哥 又在嘴嘴嘴 小娃娃家里不许看 我不是小孩 我是老大 你还好吗 这玩意儿消停了一整年 不知今日为何复发 不过幸好有你在 用空间力压制住了 谢谢你 不然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拜师学艺啊 高级炼药师及终极空间法师苏洛 这箱有理了 师敬师敬 统领级修炼者南宫流云 也有理了 看来这一年我们都很有收获嘛 再给我一些时间 等我变得更强 就能彻底清洗你身上的黑暗血脉了 嗯 那个 你和西晋三皇子很早就认识了 认识 爱过 不过现在 他对我而言 只是个用来合作的陌生人 我和他的事 以后时机成熟了 一定全部告诉你 我不管那么多 只要你的现在和未来都属于我 就够了 回去吧 有人该等不及了 嗯 好 苏姑娘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啊 有事的是你 苏 苏姑娘 苏姑娘 做错什么了吗 你做错什么 心里没点数吗 从前有本神奇的书 开篇第一章就提到了龙骨梅 以及一种魔兽 雪落酸泥 雪落酸泥 骑行似尸 居于雪山之地生性平和 唯独对着龙骨梅嘛 有疯狂的欲望 你故意把火锅做得又咸又辣 又让大家喝下龙骨梅汁做的酸梅汁 就是为了吸引雪落酸泥来攻击我们 若不是我的极品天灵水 对兽类有更大的诱惑 只怕今天死得不止这点人吧 说吧 这是你的主意 还是你主子 是我 是我 和主子无关 奴婢知道主子爱中苏姑娘 为了 为了替主子扫清障碍 奴婢就冒死 说你呢 障碍 乱来替她废话 乱来替她废话 你一个小丫头而已 我已经习惯了 但是威胁到我朋友 这事儿我不能忍 再也不会了 这次就算皇牌警告 如果再犯 我直接出局行吗 记住你说的话 多谢主子出手相救 姚家我 敢记不记 不记住 王哈来了 终于回来了 亲密陛下 三花子殿下驾到 这西晋的王宫花花长子 划而不识 若威严和气势 我们练一场 甩他一条十里长尖 什么时候带我见识一下啊 慢慢懂吧 走吧 至少有五十人埋伏在紫殿中 但大多气息不稳 并非什么高手 喂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父王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么快就想拿红牌了吗 欢迎你 欢迎你 老老姑娘 比我大路才是你故乡 请你把这一杯美酒喝光 洗去满身的尘土封闯 你的眼睛闪着光芒 让我想到你的情仰 都是那么的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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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前十几年这么一花 你已经变成了大姑娘 你的娘最疼爱的小羊 也变成我这老头模样 青春的小小鸟 不知不知回走了 回走了 我丫头 欧阳伯伯等你好久了 回禀父王 我们从水路改成陆路 确实耽搁了些时间 我说的又不是这几天 我说的是 这十几年的漫长岁月 陛下 您真的认识我吗 叫我欧阳伯伯伯伯 我和你的母亲可是老朋友了 您和我母亲怎么认识她 哼 那我就长话短唱吧 还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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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 哼 哼 娇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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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哼 招 哼 这一个木木 靠谣的路隔 甘潮流河 他还将我 送回西京坡 走得洒脱 谁都没合 欧阳伯伯的意思是 我娘当年救过您 是啊 一个天心小阿姐 不愿万里来到人间江湖 拯救了我这样一个傻小子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真正的侠女精神 侠女 那你后来还见过她吗 有过数次 她每次她都来去匆匆 我只一心知道 小阿姐来自更高级的世界 她在寻找回家的路 我继承了王位 就是为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可以帮助她 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阿姐时 她身边已经有了你 小阿姐说她树敌过多 无法护你周全 让我借助龙之界的神力 把你送往一个异世界空间 哦 就是那个地球 隐姓埋名的生活 为了照顾你 我把儿子云琪也送了过去 待到时机成熟之时 云琪便假借刺杀 助你返回了碧落大陆 为何要通过刺杀的方式 只有强大的愤怒 才能挤起龙之界蕴含的能量 南宫兄 还有什么比自己最爱的男人 一刀刺死来得更加愤怒呢 嗯 赶问陛下 苏洛的母亲现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 当年小阿姐离开之前 曾托付给我一件事 便是等你长大后 指引你去挖一株赤血悬神 说是服用之后 自会得到它的传承 只可惜 欧阳伯伯努力这么多年 也不知上哪儿去找赤血悬神 赤血悬神 真 传承的事可以慢慢来 饿了吧 欧阳伯伯给你准备了一台 丰盛的接风晚宴 走走走 你们几个小朋友也一起来 欧阳伯伯 有点事情需要一个人想想 麻烦你招待我朋友 也好 你先去休息吧 我亲自为你设计的房间 你一定喜欢 我喜欢个毛线球啊 送给你 这是什么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打打杀杀的 偶尔也该学着 做回女孩子 哇 好漂亮的棒棒糖啊 不好吃 对了主人 你之前不是说要一起问书吗 是不是从子鱼店里找到的这本 这本空间法则也很重要 但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本 另外一本 啊 难不成是那本 你 避露大陆十万灵草完全制霸要点 没错 就是它 但是主人 你已经把它丢了 对不起 我当时是有点膨胀 我一定可以从十万种灵草的资料中 找到赤血悬神的信息的 啊 靠这样默写 真的能背出全部灵草资料吗 十万种哎 我又不是电脑 一搜关键词就出来了 电脑 当初就是死尽硬被寄下来的 现在也靠笨办法来回忆好了 我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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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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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总之 赤血悬神的情报 就拜托你了 放心 我那佣兵工会干啥啥不行 八卦第一名 手机情报都不算个正经活 回见 所有人都离席了 他怎么还在吃啊 个头最小 胃口却最大 真是人不可貌相 食量不可斗粮 酒又哭了 再找一袋 姑娘 司善大人提供的晚宴清单中 就只有五坛酒 我们御厨房也没有余存了 没有什么才有 烧火烧火 我来化合 我说你们陛下怎么那么空门啊 姑娘慎言 算了 不和你们啰嗦 我自己找酒去 又不对 这皇宫也太大了 酒下到底在哪里啊 紫妍姑娘 你没事吧 你是双胞胎 紫妍姑娘若是在找酒喝 不如先回房 我命人给你送去 你也是双胞胎 你爹也是 你们六个人在这里偷偷就会吃烟药吗 呵呵呵 朕在教训我这不成妻的儿子 为了点儿女秦娼 居然敢故意激怒血落酸泥 是不是准 准 你这丫头也不让人省心 跟着皇子瞎闹 该不该斩 呃 呃 呃 但是年轻人嘛 犯错很正常 还是给他们点儿机会 呃 放心 朕一定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 你就安心回去等酒上门可好 细心果果真自我有法 来来来 哼 你们还真以为我紫言不胜酒量 呵呵 我瞧瞧你们到底在商量些什么阴谋 呃 一城秃头了 我记起来了 以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九章记载 赤血悬身有大神通 若助空间法师修炼 炼成可 可 啊 哇 可真就发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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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窗而入 想偷什么 不是 我是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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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换了吧小花猫 金王哥哥找你这一路很想你 买了好多礼物 快换给我们看呀 呀 吵死了 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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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那小子设计的屋子 不是 我掐指一钻 觉得自己该消失了 你和那小子不仅爱过 还是青梅竹吗 那是 在地球 不管那是什么地方 把它忘掉 那些我不认识你的时光 没有赔过你的岁月 我要全部补回来 和你在一起的世界 我要陪任何人都夺 我来送酒 不 送情报 兄弟 佣兵公会的情报弄回来了 我快吧 快 快滚 啊 我最后再说一遍 为什么为什么 明明这个房间这么大 就只分配给我们这么一丢丢临土来发展 另外两只有小的舅舅都放不下 师兄 你好小气啊 谁叫你们不该冒泡的时候瞎冒泡啊 我可是有重要的情报来告诉洛杰 我也有 就这样讲 脚门立刻滚 你们身上但凡有一根毛落在地板上 立刻把你们丢进湖里喂鱼 我讲我讲 我去佣兵公会发布收集赤血悬神情报的任务 哪只刚一发布 成堆堆的信息就自己来了 原来沐仙府今年开府提供的百种宝物中 唯一的超神级宝贝就是赤血悬神 已经有好多人进府去想了 我们也得赶快 沐仙府 什么地方 嫂子你有所不知 那是一个庄园 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庄园 传说上古的时候 有个姓沐的寻宝大师 创入一片山谷 他发现那是土壤肥沃 灵气充沛 且地下有奇脉 非常适合栽种稀有灵质 孕育天才地宝 于是修建庄园 命名为沐仙府 多年了 有许多人试图攻占沐仙府 沐家人虽然硬是靠着宝物和机关守了下来 但家族伤亡也十分惨痛 百年前 各方汇聚在一起 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 沐仙府每年开放一次 提供百种宝物 各门派弟子皆可进府探寻 凭实力和运气竞争 但江湖各派不得再强行入侵 自内以后 沐家人行事就越来越低调 其后代甚至避附不出了 这么巧吗 找什么来什么 有点诡异呀 鬼刺你都不怕 诡异算个什么 再说了有好多宝贝呢 一个字去 去什么去 我要发言 今天我在宫里找酒匠 不小心撞见那个爱唱歌的老国王 抢落姐的三皇子 给我们投喂龙骨梅的小丫头 偷偷摸摸地在那儿聊天 机智如我 等一下就产生了怀疑 西京国王果真 赤国有发 继续吧 有什么心结 当命鼓对鼓 罗对罗 说个清楚 他在我被苏洛挟持之时 妄想借刀杀人 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哼 但你终究还是不敢 我要杀你需要借刀吗 别忘了 身中剑杀柱的人 可是你们这种人 你杀我试试 我看你是想念 驱骨灭术的感觉了 好啊 尽管折磨我 这件事我退出就是 你就这样回去 禀告你的主子呗 任务失败 你 我还不是想弄死他身边的 那些帮手 让你更便于行事而已 如果不能一击毙重 只会让别人更加戒备 苏洛对我的信任本就不够 被你搞更麻烦了 好了好了好了 朕总算听明白了 一个不仅商量 就冒险刑事结果失败 还把云起推出来背锅 一个在姚家被人挟持 有生命之威时想甩手不管 你们俩该各打一板子 有什么好吵的呢 哼哼 我们双方谋划的 是一件足以改天换地的大事 再这般幼稚下去 我们两头一起换人 也并非不可 知道了 苏洛的信任 我会尽量挽回 有此可见 这帮人居心叵测 两面三刀 背后一定挖了大坑 我们干嘛明知故跳嘛 你好壮啊 拖不动了 我还是觉得应该去 越是神秘越是有趣嘛 南宫 嫂子 你们怎么看 我最好奇的是 改天换地是什么 跟洛洛有何关系 今晚这屋有点热闹呀 来 动静小点 我是背着父王过来的 来干什么 洛洛 我父王是真的认识你娘 但她的话真假参半 还有我身边那个小丫头 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你要小心她们 但赤血全身对你而言 是一个机会 如果你愿意冒险 也许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机缘 她去不去 与你何干 就是 我英明智慧的洛洁 岂会被你这个两面派给忽悠了 不如我把这个人丢出去吧 且慢 我去 但你和那个丫头不准去 假如谁都不带 父王一定会怀疑你们知道了什么 还会安排其他人暗中跟随 对 与其面对不确定的危险 不如就带着你们 至少知道如何防范 南宫 我有自己的考量 相信我 你怎么不相信我 你要什么东西我不能把你找来 何必去挑这种送人头的坑呢 就信我一次 好吗 那个我 我还有话要说呢 不 你没有 随你吧 人马都一备好 你们赶紧上路吧 此去凶险南侧 请务必小心 祝各位一路平安 祝各位一路平安 我会想你们的 真无聊 好 又不给飞 就照这个蜗牛速度 去到牧仙府 把卫就叫人抢光了 牧仙府竞争激烈 且机关重重 一定要保持充足的领 不然就算找到赤血全身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只有这一条路吗 越走越窄 感觉像是个死胡同 翻过山头 前面就好走了 哼 少官你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雪落酸泥就出现了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我这次绝对没有 大家快闪开 怕怕打脸酸爽吗 真不是我 小心落石 这熟悉的配方 好像在哪闻到火 相思叔 你在干什么 相思鬼 主人 这是圣灰烟 我在黑暗森林也遇到过 快吃相思果果 解毒 来 吃果果 再来点 是你 苏洛 好久不见 上回圣魂烟也是她弄的 对不对 刀死她 坏女人 你又想把我主人偷走吗 不 我没有那个想法 也没有那个能力 那你玩这么一出做什么 难道 你也跟欧阳云起 还有她的丫头勾结一气 你误会了 其实我 那个 快说 我是来求你的 苏姑娘 上回长忙你好心相助 我脸上的疤痕都治好了 只有一道最严重的还未痊愈 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再给我一颗相思圣果 主人别给 他坏 李瑶瑶啊李瑶瑶 我真是头一次见识到 还能以偷袭绑架的方式来求人 你可太有创意了 我 我只是不想被人看到 曾经高高在上的摇痴仙子 连被毁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所以才出此下策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要走这条路 我一直着人打听你的下落 前不久买到一条消息 你在西晋和南幽交界的深山里 我就赶来了 陆上又得知你成了西晋国王的贵宾 我猜你迟早会离开 于是就在官道等你 行啊明白了 我只不过给师父烧个馅儿 合着全天下都知道的事吧 但是仙子请你搞清楚 上回我不是好心帮助你 那是交易 今天我又不需要你给果子 凭什么 你接下来有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 我呢并不是什么圣母白莲花 落日山脉那笔账 还记在这儿呢 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儿 告辞 叔叔 相思过 发生什么事儿了 没什么 已经搞定了 我们继续上路吧 原来是瑶瑶师姐拦的路啊 女人为了美 什么都干得出来 难公 你不跟你瑶瑶师妹打个招呼 啊 竟然还跟我来了 真是执着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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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 这里就是沐仙府的入口 这是入口 被堵住了吗 那就把它劈开 来 宝贝宝贝 里头好多宝贝 楚人 我们快进去嘛 你知道怎么进 就这样进啊 等等 正眼法阵 这个阵 应该是过人不过兵器 我们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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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龙呢 你不要宝贝了 我被弹出来了 这里有尽致 山上寻宝的灵种都不能出来 我好生气啊 叔叔我可不出限制 那你会寻宝吗 嗯 你玩有点嚣张啊 叔叔我呀 教育教育你 真是服了你们 现在没了寻宝神器 怎么办呢 当我不存在 原来沐仙府长成这样 不知道宝贝们都在哪里呢 你别跑 站住啊 别够抓住他 我阳光的小子 给老人站住 把骑兵雪姬倒留下 我就让你不死 这叫仙道仙德 我拿到了 把他还给我 来 王爷现在是陆雨天的 我叫出来劲儿 饶你不死 放开这个猪财兜 饶你不死 给我了 你也给你追我了 小的话 你给我交出来 滚一边去 过原流地电给我 孤难地饶你一命 快走 快走 赤血悬生是我的了 赤血悬生 赤血悬生 追 站住 别跑 这家伙是鞋顶火油了吗 快别上 盯紧他 你还是在盯紧谁啊 你还是在盯紧谁啊 虎尖 苏洛 我帮你拦他 换一颗相思圣果 拦住再说 别愣着 快追啊 啊 话说过来 师姐你上回在黑暗森林可不地呢 师妹我心眼儿想 这迷障不能快 死也你这丫头 在那儿 追 怎么消失了 怎么回事 南宫速落 一眨眼人就不见了 洛姐 是你用空间法术把我们带过来的吗 不是 我没那么厉害 这林子怕是有古怪 大家小心 脚底火油的家伙 别躲了 我会把赤血悬神消出来 我饶你不死 安静点 安静点 我快吃了 我会把你进过来 我可以说 我还可以把你还有一步 我会把你吃掉 我快吃了 我把你给你吃了 我把你吃了 我去吃了 我快吃了 这是 摇铜树 长得好恶心啊 这是一种报复性极强的群居植物 那些长在树干上 像眼睛一样的是摇铜果 可以吞噬动物和路人的灵魂 全居植物的意思是 不开机 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他们数量太多 十分难缠 那就分散积富 苏洛 我帮你打满五千只妖头 换一颗相思果怎么样 又不是游戏积分 这服了你了 他们对我的相思数很敏感 走你 摩植大战妖头 他们在稀释我的灵力 相思数 连撕开空间的灵力都不够了 洛洛 洛洛 那个 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相思果 不是命都快没了 变成仙女有什么用啊 就算死 我也要变漂亮再死 我要的东西绝不轻易放手 男人呢 师兄 我对那个男人已经不感兴趣了 就像你说的 与其卑微地爱别人 还不如好好地爱自己 这颗相思果 拿去吧 多谢 后会有期 这 这 我说这个女人也太现实了吧 洛洁 你真的把相思果给她了呀 嗯 为了容颜不依不饶低声下气的摇驰仙子 也蛮可爱的 我听见了什么 你说我师姐可爱 洛洛 你没事吧 站住 他砍树干什么 树又不攻击人 哎 妖童狗全送回去了 看来是树倒狐孙散 药顶声竟然没有记载 火宝们 一起搞瘦啊 嗯 天灵水 哼 叔叔叔 拜托了 他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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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哼 又被他耍了 好浓的雾啊 雾里面有东西 白玉桥 过吗 听你的 我去看看吧 嗯 之前 雪露酸泥的事情很抱歉 这次让我将功赎罪吧 如果我出事 你们就别上这桥了 嗯 这桥上凶险未知 就让这丫头去探路吧 叔叔 你跟过去 如果有什么情况 就把他拉回来 这屋里完全看不到路 只能摸着走了 啊 差点就掉下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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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上有东西 力道很大 叔叔 把他拉回来 看这断面 应该是被锋利的兵器斩断的 不是说 没有兵器可以进入沐仙府吗 来客不能带兵器 但若是沐仙府的主人呢 啊 对啊 沐仙府主人 不会就是刚才的那个人吧 真是他 那赤血悬参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那人如此装神弄鬼 只怕有更多的陷阱在后头 我说洛姐 那个小丫头都敢走 我们怕什么呀 上 好 其实过不过这巧 我们都不知道赤血悬参在哪儿 至少这边有点眉目 不妨一试 这世界上又不止一根赤血悬参 沐仙府的拿不到 也没什么大不了 哼 啊 来都来了 过去看看喽 你们小心啊 好 那正好 就带我们一程 主子 苏姑娘 敬望殿下 没事 北辰和子爷呢 洛姐 师兄 我们在这儿 看 这里就是沐仙府最核心的藏宝地 九重殿 九重殿 传说 也是沐仙府主人的居所 每年都有人试图来九重殿闯关 但大部分人 连门在哪儿都找不到 主人 那个大房子里面全是宝贝的味道 我要出来 我要出来 不管怎样 咱们都走到这一步了 进吧 两边桌子上 都堆满了奇珍异宝 但却连一个人眼都没有 你站住 快跟上 死胡同 掌眼法 你等等 没有 你傻呀 人家穿墙过去你撞墙 那如果人家跳过坑 你也跟人跳吗 这回不仅兵器 连人也过不去了 大家找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关 沐仙府的主人 到底躲在哪里 啊 跑了半天 累死了 哟 哟 还守得回来呢 我的亲亲夫君 小悠悠 让为父笑一个 嗯 嗯 别碰 桌花 啊 你刚才干嘛去了 当然是去围观那些来夺宝的家伙啊 嗯 哥哥如狼似虎六亲不认 那可真是一出好戏啊 真巧啊 我刚才在百里瓶中 也亏见了一出好戏 百里瓶 又是什么新宝贝啊 嗯 你瞧瞧 刚刚是不是这些人呢 嗯 你都 看见了 废话 百里以内 我都能看见 我看见你脚踩飞雨靴 神皮清零斗篷 暗中指引他们到了好几个传送点 连续通过妖桐林 白玉桥 一路顺利来到九重殿 嗯 那些人是谁 有何特别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嗯 说 你敢不老实交代 我今晚要你好看 艾妃 事情是这样的 这九重殿庄重而优身 每年开府所选最重要的终极宝贝 都是由艾妃你给寻宝人出题 挑战 但绝大部分人的智商和实力 根本走不到这最后一关 也无缘窥见我艾妃的美貌 但是 为父明白 无敌才是最寂寞 你需要一个舞台 像是人展示你无比的智慧 和绝美的容颜 所以我随即挑了一些人到这里 给小悠悠解解闷 找点乐子 嘿嘿 啊 父亲 我错怪你了 啊 没关系哦 爱你 更爱你 超爱你 我比你爱我还要更爱你 乐老 你有发现吗 喂 嘴巴老实点 洛洛也是你叫的 苏洛 满意了吧 晋王殿下 苏洛 怎么了小悠悠 嗯 我总算明白 你为何要大费周章 引他们来九重殿了 因为她是苏洛 你的前日未婚欠 你对她运行为了什么事 你帮她走后门什么事 这个女人竟敢如此漂亮 如此美丽 如此清过清晨高贵清理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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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死了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死消灾 你最是玻璃 露露 你没事吧 啊 师兄的攻击无效 连空间法术也逃不出去 露露 你不要勉强 此河乃是由浮玉制成 遼山浮玉 光透如荆 世上万千法术灵力 皆对其无效 好 雪花板的腰痛过吗 夫君 你可知道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自然是选对口之所好 这些破眼睛不要别人看上啊 这样就犯规了呀 快 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虚虚实实难以攻克 这样下去 我们的灵力迟早耗个进攻 南宫 你有发现什么破绽吗 还没有 我 哼 哼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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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灵水 哼 哼 哼 又怎么了 喂 就是你故意说有赤血学生 把我们引到这儿关起来的吧 哼 这般机关算剑究竟有什么目的 第一把你们引到这儿来的人不是我 第二我沐无忧乃沐家第186代传人 沐仙府现任当家 作用天才地宝奇门遁甲 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杀了你们 什么机关算尽 简直是笑话 看来这件沐仙府主人不太行啊 祖上规矩都不懂 我不懂规矩 不懂规矩的人是他 小刘女人 这次我无缺 嗯 出位不必多礼 之前那个人是你 为什么 黄帝 有你这么跟黄熊说话的吗 夫君 你这一路带他们通过传送点 直达超神级宝贝所在的九重殿 不是说怕我无聊 专门送这些玩物给我逗闷子吗 你说我先玩哪个好呢 就你的前任未婚妻合 啊 放心 我们沐家人最讲究公平 方才的消耗 我帮你恢复 力气恢复了 来劲了 你想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要赤血悬身 若你在一炷香之内打败我 我便大发慈悲地放了你 还会双手献上赤血悬身 怎么样 如果没有打败你 又如何 所有人都得死 赢了放我们走 输了我任你处置 只求你放过其他人 不可 不行 你桃花真多啊 花再多也没摘过你家那朵奇葩 别是莫名其妙的飞醋 如何 我的请求你同意吗 住口 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露露 书也没关系 我的命早就是你的 这一世我们投生共死 苏露 那天你说 你有自己的考量 要我相信你 我信 按自己的想法做正确之事 无怨无悔 哟哟哟哟 好个无怨无悔呀 游戏开始吧 一 暖 哟 啊 啊 南宫流绝 你就这么怕向上玩吗 我就不是怕你玩的不尽性吗 爱飞 恐怖的女人 还好我机智 落到 怎么回事 就这种程度的玩意儿 怎么会这样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不可学 还有什么花招 就要这样玩了 鬼子那帮人让我帮苏鲁 得想办法 让这箱子收慢点 人呢 消失了 难道说 猪蜜草 猜猜我费了 有了空间之力 就可以变这么强 怎么做到的 你猜呀 是那个奇怪的球做的吧 我那宝贝万象球 可以将你的所有招数本领 复制到我身上 而你 马上就要输了 手慢点 慢点啊 薇薇 鬼子的家伙 你们想想办法呀 我这是在跟什么烂组织合作 夫君她在搞什么 苏鲁你这个坏女人 死到临头还跟我夫君眉来眼去 我要让所有人跟你陪葬 快死 竟敢勾引我男人 他们的死 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害的 南宫 南宫 你醒醒 听得见我说话吗 对不起 我不该来找赤薛薛神 是我爱了你 是我爱了你 露露 露露 柳云 哎呀 这种亲亲我我的画面 最讨厌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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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不错 你就不该来沐仙府 不该整个如此狐媚 最不该的是 你不该勾引我的亲亲夫君 坏女人 坏女人 你这个坏女人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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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主人 醒醒 主人 主人 叔叔说他有个情况要汇报 主人 我感应到附近有不寻常之物 若能得到它就有翻盘的机会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知道宝贝在哪 又有什么用 这事就交给我吧 我感觉到附近有我的分支 分支 什么意思 你之前不是给了别人我的果子吗 李瑶瑶 如果那个人 在我们百里之内 吃掉果子 马上植入地下 输入林立 火过火 会吸收林立迅速发芽 成为我的一只心力分支 受到叔叔我控制 这股力量是 那个李瑶瑶怎么会 分支 没有被这个球照到 也就没有被这个疯女人复制 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哈 看叔叔我 把这个宝贝整个挖出来 你 怎么会学 神思术 我的视觉悬神 你 你是怎么找到的 为什么还有一株相思树 因为我是一个狡猾阴险的 坏女人 这是鱼 还是血啊 放下 谁都可以拿走秩序悬神 就你不行 我偏拿了 你能怎么样 找死 找死 看我的 鱼并花园 金布尤 落日 剧毒 散叶草 天纲地上 烈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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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春 鱼并花园 吴 天纲 归 有 赤血悬尸 你终于出现了 搜楼 你的男人没死透 如果你放弃赤血悬身 我可以大发慈悲地 让你带她走 否则 这位太子妃小姐 你这么害怕 我拿到赤血悬身 应该心里清楚 她对一个空间法师的作用吧 如果我放弃她 也许只能救回她一个人 但如果我得到她 能救回所有人 不 那只是理论 从来没有空间法师 真正实见过 万一失败了呢 你没有百分百地把握 这是在拿她的命来 当作赌注 你再赌 赌就赌 全身在手 天下你有 苏洛 快拿走 南宫流卷 嫁给你 我真是瞎了眼 我是你 住手 你可别后悔 你可别后悔 汪音的大神通 重新时间 逆天改命 南宫 谢谢你信我 我一定会成功的 我带你住手 你 我先父 就不该对你们这些江湖人 敞开大门 如果你放弃赤血悬身 我可以大发慈悲地让你 慈悲 怎么有两个你 让你死个痛快 也是我的慈悲 有什么东西钻进去了 苏 不 弟兄 请手下留情 其实我是一个卧底 是帮你的 那你解释 是这样的 有个组织叫鬼赐 让我勾引木无忧和他成亲 并说服他 选择赤血悬身 作为今年的压轴宝贝 只等你来取 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小丫头 就是鬼赐的人 欧阳云启和他们也是一伙的 我们理应外合 保证你顺利进入九重殿 但我没有坏心眼 只是想帮助你拿到赤血悬身 有没有坏心眼 你自己清楚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我跟鬼赐虽然有合作 但从来都不是一条心 互相利用罢了 以前我还跟他们闹掰过 这次只因我探同木仙府的宝贝 才跟鬼赐重新合作的 弟兄 我错了 弟兄 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北辰和紫妍还没有活过来吗 停下 停下 不对劲 药典里明明记载 空间法师利用赤血悬身打开时空结界后 就可以穿越回以前 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还可以随时结束穿越 而且 他们应该都可以看见我才对啊 但是现在完全不对 为什么 我像个风筝一样 身不由己 难道 有什么步骤做错了 还是说我灵力不足 没有完全发挥持血悬身的功效 返回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还活着 这就够了 我应该立刻结束穿越 回归本体 但是难过 我 要死 应该Ben 我 已 西 我 为什么 我该怎么办 那个无形的力量又来拽我了 我必须回去 小生龙 瘦瘦瘦 帮帮我 你们听得到吗 我这是 你的嘴 我怎么摸到了 摸到了 我摸到了 我终于归位了 对不起 什么情况你 对不起 怎么有亏效的 我的屁股 乐乐 嘘 你听 三二一 我的鼻子 故意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 因为 这一切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又哭了 你到底怎么了 乐乐 欧阳伯伯让我去沐仙府寻找赤血寻神 如果我明知山用虎偏向虎山行 你依然会支持我 对吗 只要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云雾峰背过一本厚厚的要点 上面正好有一章记载了赤血寻神的作用 说它可以令空间反噬 拥有逆转时间的能力 我很想拥有这个能力 也想尽快帮你化解黑暗血脉 所以去冒险了 你们都跟我一起去了 但我没想到 这是一条不归路 被沉死了 紫妍也死了 你也在我面前死了 我原本以为死过一次的人 不会再害怕 但我那一刻好害怕好后悔 南宫 我不能失去你 你们也好 我还在这儿 我们都在 我没有退路 只能选择赤下赤血寻神 逆转时间 把你们都救回来 所以 现在是时间逆转之后的时间 我原本死了 是你帮我带回来的 我就知道 你会成为最强大的空间法师 你别闹了 好 那个 明天我想这样安排 我们一早 假装原计划出发 前往沐仙府 中途甩掉欧阳云起和他的丫头 回云雾峰找我师父 因为那个西境国王 其实和鬼 鬼 什么鬼啊 洛洛 又在玩什么 别玩了 继续说 洛洛 苏洛 苏洛你怎么了 真是的 紫妍 我们待会要不 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咱俩进去 里头孤男寡女 会发生什么 小小年纪管那么快 这人在干什么呢 紫妍姑娘 你不是回去喝酒了吗 北神修 我有药室知灰洛洛 麻烦让一让 大家都是男人 就别装了 你半夜三惊探望我嫂子 我肯定得替我兄弟 当这只蓝鹿 苏洛 苏洛 公里有没有高级炼药师啊 有 我去安排 师兄别 去个人 有劳三皇子了 时间仓促 有些话我只说一遍 来 成了成了 都准备好了吗 看见那血神之印了吗 哎呀我的小洛洛 这可如何是好呀 我对不起你的娘 我的姐呀 陛下可知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朕哪里知道呢 刚听云曲说 落落晕了 就慌得不行不行的 这燕泉水名为火焰 又疗伤治病滋养灵力的奇效 这些则是西境最顶尖的炼药圣手 先知 朕与你父王相识多年 也当得起你一声欧阳伯伯 就把它交给朕吧 陛下 请恕我无礼 我不能把它交给任何人 那要不 你也留在这镇中央 护着小洛洛 这是自然 好贤知 小洛洛身旁有你 伯伯就放心了 对了 你另外两个小朋友呢 小植有个祖传炼药丹方 或能辅助一二 已经让他们去买药材了 哦好好好 多个丹方多个希望 快 务必尽全力救治朕的宝贝小洛洛 师父 你师父 你黑暗的希望 你谁还都给你祖 你师父 尽力量的希望 尽力量的希望 哈哈哈 时间仓促 有些话 我只说一遍 陷下苏洛的情况 想必是吃血玄神带来的附队 不是还没去找吗 你呀 就好好听着吧 西纪人必定早有部署 很快就会有所动作 我们轻易走不掉的 所以 我会先虚语为疑 拖延时间 北辰留下替我暗中盯梢 不到最紧要关头 不得贸然出手暴露自己 子言立刻出宫 集结练运城 安插在西境国度的暗庄前来接应 今晚 必须要把苏洛带出西境 师兄 洛姐 等我 师兄洛姐 等我找起练运城人手 马上就来接应你们 至少 三长老 三王 三长老 到底发作了什么事 会和大家 炼玉城在西晋的暗庄网络 叫人给撬了 消息被按住了 传不回去 咱们的人要么被杀 要么叛变 叛变 我的叛徒 就是你吧 三长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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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当年婚事你的母亲 就像当年婚事你的母亲 那样 你想要的 我们知道你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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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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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手 撒手 吞噬空间发射的力量 我就不痛苦了 不 你不能吞噬苏洛 不得 还在挣扎 这南宫流云有点难搞 可苏洛身上的时空赤血 又必须和他身上的黑暗血脉融合才行 这小子主动进入朕中央 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你这情敌徒有其表 脑子还是不行 他虽然对我们早就有所警觉 但依然太天真 派克兄弟在竹帘里盯梢 坑本顶不上半分屁 怎么着 想让我夸你料事如神 抓个小鬼也不知道人夸 关键是我早就预料 他会在紧要关头动用炼狱城的暗桩 所以提前数月布局 把他们拔除得一干二净 还策反了他们的三掌了 他那个小师妹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撑住自愿 撑住自愿 撑住 但是你输了 看着苏诺被南宫流云抱着 渡过这辈子的最后时光 我猜你一定后悔死了 那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身上的血液 进行融合罢了 当你从地球回来之后 对我们刺手信誓旦旦地说 你假装爱上他只是为了取得信任 可自打我把他从海里捞起来 便从你的眼神中看出来 那不是假装 是真的 你真的爱上了他 肠子都悔起了 你脸上都写着呢 欧阳云启 我欧阳云启的词典里 没有后悔二字 行 那咱们等吧 等着他和南宫流云一起被献祭 时空重启 女神归来 新的时光中苏洛根本不会出生 到时候只有我 你讨厌的我 是 别乱了阵脚 继续 是你 好久不见 欧阳 多谢大师 救命哲 可真 照顾好他们 师兄 辛辛苦苦布局十几年 朕绝不让你毁了这一切 你就不去帮帮你父王 还是说三皇子对此喜闻乐见 你们鬼子只剩下挑拨离间的本事吗 把我打一打 老子有难 可儿子替死 不愧是帝王之家 有何关系 我们一定会成功 阿杰一定会回来 我儿子就算这辈子都恨我 但时空一冲起 到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忌他 其实啊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盼着他回来 那放了我呀 但他自己并不这般想 所以 我只能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他的意愿 按他的意愿 你们鬼子成员虽拥有无上的秘书和法力 却不得夺取人族性命 年轻人 别相信他 你们跟前这个男人 可是鬼子的白领大人 是敌是妖 自个儿好生电量嘛 什么 荣云大师是 我确实不能杀你 但可以把你丢到大陆最危险的北墨战场 自身自溺 啊 二位不必如此戒备 我同鬼子组织的确有渊源 但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般 以后有时间 会慢慢说的 大师 大师 您今日把我从三昭老鼠里救出来 此言信您 北辰影 也谨记您的救命之恩 拜托大师 救救我洛姐和师兄吧 这两人 我只能救一个 那好吧 您救洛姐 我会练于城找师父去 我 居然不是救您自个儿的徒弟 我徒弟 非我能力范围内可以唤醒 看着状态 我推断他已经去沐仙府 拿到了赤血悬身 并打开时空节节逆转了一次时间 现在的世界可能已经被他重启过了 但是除了他 我们没办法知道未来发生过什么 重启时间 我洛姐居然这么牛啊 但是 为什么他又变成了 这个样子 时空节节有很多风险 如果空间法师做错了什么步骤 有可能无法回归本体 大师 那西晋国王 就想对他和南宫做什么呢 欧阳明和他的合作者 是想把南宫体内的黑暗血脉 与苏洛体内的时空赤血 融合在一起 练成暗血时空阵 如此一来 他们也可以拥有重启时间 改写命局的能力 苏洛和南宫 是这个阵法的陷阱品 我听懂了 他们要偷走我洛姐的超能力 还要把他和师兄给弄死 眼下若要救他 必须尽快赶到一个地方 我去 大师 我刚才朦朦朦朦停了个大概 只要能救他 南宫也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没错大师 请您指明方向 下地狱我们都去 穆仙府 那是苏洛吗 他为什么好像昏迷不醒的样子 而且 你 熔云大师也来了 来了来了 赤血悬神是我的啦 你 没看错吧 荣云大师也来了 情报不是这么说的呀 好 英雄们 医生们 医生们 这人可是在喊赤血悬神 不不不 并没有 赤血悬神可是超神级的宝贝 听说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超厉害的 超厉害的 别跑 别跑 姑娘 请问你知不知道 母仙府主人在哪里 够人呐 谢谢姐姐 我叫穆乖乖 正是穆家第186代传言 今天不认人到家 我想送一个宝贝给姐姐做谢礼 姐姐想要什么 赤血学生可好 好 我为她开阵做法 你们替我受遇 夫主你回来了 我给你留了半边蛛蹄 没有吃光瓜哦 对了 刚才我的猪蹄还差点掉地上 幸亏有个姐姐救了她 欢欢就把赤血学生送给她了 他们好像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别进去打巧了 艾菲你放手 南宫流曲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哇 亲爱的皇帝 你居然不愿万里 从东陵国来此探亲 皇兄真是太感动了 啊 是亲戚吗 我这赤血学生果然没有送错人 果然有赤血学生 哦 赤血学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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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啊 粉刀跟栩栩也好 强刀赤血全身 脉象颠覆人生 兄弟们 上 天啊 呃 他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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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恒常 幻变 有些 无边 存在 奄秘 归位 怎么里头是个人啊 身却全身打去了 我觉得这个女人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啊 这是天地灵气 它在突破晋级 终极空间法师 右手一级 高级空间法师 主人整在神迹 快 我们也挑戏 松狮极空间法师 天哪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一次性连生三级的人 寻常修炼者 无论哪个技能 像从初级到宗师 只怕没有武师 也有三十年的 叔叔叔 我怎么觉得自己长大了 牙也换了 主人突破神迹 我们领处吸收他 松进空间里领起 也能快速成仗了 以后主人打架 我可以帮上更多忙了 你说他到底是谁啊 我哪知道 反正他肯定吸收了吃血悬身 吃血悬身 吃血悬身 我不要 我不要 打扰了 打扰了 嫂子 你终于醒了 总是 总是你啊 乐乐 你们怎么了 我之前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好像是被困在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莫名其妙就开始噤声 怎么我们又回到沐仙府了 他让我们来的 只有这样才能救你 他 师父 师父 徒儿毁了您的亲爱之物 还不辞而别 请师父责罚 多谢师父不计较之恩 对了师父 我已找到相思术 可以为您修复画纸 你 你现在明白 玩弄时间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了吗 你吸收了吃血悬参 虽然可以逆转时间 七死回生 甚至彻底抹杀一条生命的存在痕迹 但时空姐姐极不稳定 充满危险 你可能会被困在循环的时间中 付出更大的代价 彻底抹杀一条生命 我没有啊 被你们装进循环生关的姐姐醒啦 福建 缓缓车让他晚宴 你先照顾一下亲戚们呀 艾飞 等等我 她叫木欢欢 乃木家第186代传人 木仙府现任当家 我木无忧 乃木家第186代传人 木仙府现任当家 只要你死的个痛苦 也是我的慈悲 木无忧 被我彻底抹杀掉了 整个时空里彻底没有他 师父 我不知道啊 我当时太生气了 他当着我的面杀了紫颜北辰 还有南宫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这都是天地不容的绝杀行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你才受到时空阶级的惩罚吧 原来如此 幸好我这次还能及时 把你的灵石拉出来 下一回 也许就没这么信任 那我洛姐的空间法术 连升三级 算是烟火得福了 没错 时空阶级的惩罚 与赤血悬身的功效 并不冲突 师父 这份大恩 请受徒儿一拜 我本计划用十年 助你今生到宗师级空间法师的段位 但既然你提前突破 那么 是时候去接受你母亲真正的传承了 只有传承 那不是西晋老国王编出来 匡骗洛姐的吗 他说的并非全然谎言 你要修复的那张画纸 画上的人 就是你娘 是我娘 要说清楚你的身世 还得从你娘 为什么创办鬼刺组织开始讲起 那个妖魔鬼怪的鬼刺组织 是我娘创办的 碧落大陆所在的人间界 灵气匮乏 资源有限 人们莫不以武为尊 好勇斗狠 强大者可为所欲为 弱小者只能任人宰割 人间得道者可飞升至灵界 灵界的修炼资源十分疯着 灵气以百倍增长 但灵界之上更有神界 神界众神法力天成 兽数无限 你的母亲 便是来自于那 炎华女神 掌管空间力量 乃神界主神之一 但不知为何 她跌落下界 过来过来 过一下 帮我哪儿 帮我让一让啊 帮我回家吧你 初来乍到 她对碧落大陆充满了心情和迷惑 很多事都看不到 后来 她收了两名徒弟 我和韩燕 紧接着又成立了鬼刺 一个拥有强大信息网的情报组织 我们的使命 是帮助师父寻找一个转世的鹰童 据说那个孩子 将会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 他赋予鬼刺成员强大的法术和灵力 但为了制衡 也给我们下了严厉的禁制诅咒 天道万物 即是一切 命局制衡 中和为贵 恩生于害 害生于恩 无等鬼刺之徒 终身不得取人族性命 烦起杀心者 救地自诛 能力自首 打探情报近百年 关于那个英童的线索 依旧零零星星 就在师父即将绝望之际 有个盟友送来了一份情报 就是这份情报 彻底改变了师父 原本无以为 杀死那个英童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这片石碑残片上的信息说 还有更好的方法 无怨不前人之后尘 集结全天下的空间力量 与茫茫星海中 开创一个全新的空间 重写天地法则 新空间 重写法则 师父的话我们不是太明白 但我们知道 他需要更多的人脉 还需要培养空间法师 欧阳明 燕霞 还有更多人 都是在那个时期 发展起来的盟友伙伴 这个计划被灵界察觉后 他们派遣了大军前来组组 那是一场躺壁当车 皮肤汉术的战争 所有的空间法师 几乎都被诛杀过来 鬼刺组织也伤亡惨重 那时的师父已经有了身孕 他知道我们必输无疑 于是在战场上 用神力催生负重胎儿 他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传承他的空间神力 龙之介是师父留给孩子的 传承之宝 此外 师父还将孩子托付给了最信任的人 战场之上 刀剑无弃 所以 吴将半生战役赐予辱 愿辱不负所托 守心见怒 我能拒绝吗 我想和师父战斗到底 哪怕有去无回 哪怕粉身碎骨 吴注定逃不过此劫 但你不能死 你得活下去 保护我的女儿平安长大 接受我的传承 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大业 徒儿 尽遵师觅 不必借故宫之力 祭之以死 游儿 你干什么 对不起师父 徒儿反悔了 托古尚有阿叶 而我 愿与师父同身共死 是不小心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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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得活下去 保护我的女儿平安长大 接受我的传承 不 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大业 战争果然如师父所料的那般 输得彻彻底底 它被带回神界 生死不灭 而当我回去寻找师父的孩子时 阿姨 你在干嘛 师父不能丢下我们 我也不会丢下他 那你为何抱着师父的孩儿 别装了 我们根本没有实力打上神界去救师父 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这个孩子 只要找到持血悬神 激活孩子体内的时空神力 再敷衍黑暗血脉 就可以令时光倒转 让师父回归了 把孩子给我 口是心肺 你真能守着他和别的男生生的小孩儿 保护他 培养他 你能忍下这口气 我对师父启示了 我不在乎 这孩子就该死 他根本不能代替师父 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爱的女 最终 还是如师父所愿 我夺回了孩子 我利用龙之介为他施展了分魂散破树 三魂五魄送去遥远的地球 而肉身被我用仪容幻影术修改了容貌 连同剩下的最后一魄 借助不韵的苏家小妾送进苏将军府 如此改头换面 才勉强逃脱了领祖的大搜 正因为肉身只欲一破 所以从小毫无伶俐 看起来也痴痴傻傻 那个孩子就是 我 那西境国王是怎么回事 他和韩燕怎么勾搭上的 当年我隐居起来 暗中照料苏鲁 而韩燕掌控了鬼刺 自封刺手 在过去的伙伴里 也有人渴望让师父回来 比如欧阳明 于是他们结盟 四处搜捕孩子的下落 启动暗穴时空阵 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元素 一是赤血悬深 二是黑暗血脉 你幼年身中其毒 被高人输入黑暗血脉 以毒攻毒 我 鬼刺组织看上了你 一直在暗中 饲养你体内的血脉 难怪您曾经说 我和苏鲁的命运 是绑定在一起的 但是 为什么要开辟新空间 重写天地法则呢 那个转世的鹰童 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些信息 师父不曾告知 苏鲁 你当即刻前往白泽镇 那儿有一处秘境 藏有师父留给你的传承 也许她会告诉你答案 这是秘境的线索 剩下的 靠你自己了 嫂子 我护送你 我也去 我也去 等等 还有个地方说不通 在您的描述中 我娘是个心怀大志的女神 搞革命干事业 怎么就突然 怎么就突然有了身孕了 这中间是不是省略了一万字 是咯是咯 女神和谁谈恋爱 又和谁成亲 又是和谁有了宝宝 我洛姐难道不配有个爹爹吗 哎呀 不会就是 不是我 那人我不认识 不熟悉 不清楚 你想知道 就去秘境里的传承神殿寻找答案吧 大师 我送送您可好 有劳晋王殿下 请 有话思聊 刚才大师的话里 故意省略的东西 可远远不止苏洛父亲的身份 不知可否为我补充个助教 洛洛陷入危机的时候 您为何刚好在附近呢 为什么但凡涉及到她的事情 您总有那么多的巧合 还是说 这根本就在您的计划之中 我看您早就知道欧阳明要骗她去吃赤血悬参 同时也知道吃完之后 她的法力会被拔苗助长 快速晋级宗师级 让您的计划缩短十年 所以大师应当是故意放任她去冒险的 对吗 这应该只是其一吧 你继续 其二 返回牧仙府 您仿佛先知一般洞悉全部的传送点和机关 难不成大师提前去采过点 最后一点 本王尤其不能忍 在灵族和神族眼皮子底下 开辟一个新的世界 这事连女神自己都没有完成 苏洛只有一半神仙 她凭什么能做到 就算做到了 她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请大师提个醒 第一个问题 没错 我自从得知她被带往西晋国 就料到后面的一切 我故意没现身 让她伤欧阳明的当 就是奔着她能连生三起 少浪费我十年 为你拼一把 她的死活都不重要了吗 万一没有把她唤醒呢 第二次去 没找到持绚悬生的 老老实实培养十年 这个过程风险更多 鬼刺 西晋 还有灵族 都在找她 行 这条我身 第二个问题 你其实已经说出过答案 这世上不止一根赤血悬身 我的确提前去踩过点 也提前看到了苏洛的每一步 因为有九成的把握 才让她去的 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 已经被重启两次了 至于第三个问题 你没有资格知道 你们说 南宫为什么要去送师傅 因为师兄尊士重道 他不是这种人 回来了 师傅走了 你的伤 跟我走好不好 别去白泽密经 别管什么传承了 为什么 苏洛那个人有问题 你把他当师傅 他把你当工具 我不喜欢这样 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就一次 跟我走 南宫 我是真的不明白 你在固执什么 只要去白泽找到传承 就可以弄清楚我是谁 解开困惑我十七年的谜题 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可是 而且 我虽然成为了宗师级空间法师 但这力量 还不够清楚你体内的黑暗血脉 差一点点 就一点点 说不定 我娘在白泽留了什么法宝 一下就搞定了呢 她可是女神 好不好 欧阳云琪 西晋国王 荣云 他们谁都可以说动你 救我不行 对吗 就算一再证明他们害你 你也心甘情愿 对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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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第一次对你这么失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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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做错了吗 我担心 南宫这么一走 这凉口子就要凉凉了 师兄自己要跑的 谁也没拿着 他要不回来呀 我就跟洛姐携手放冷江湖 让他肠子都回顿 哼 那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陪你浪啊 姐 有小爷爷陪你 你这不要小师兄了 好不好啊 谁想他了 我才没有呢 别胡说啊 听见没 唉 唉 那小子二话不说就跑了 确实有点过分 不过他好歹留了车 还有龙鳞马 他还算有救吧 嫂子 不要可救 说走就走 不听解释 毫无组织纪律 幼稚 什么南宫流云 我看他应该叫南宫三岁 我们不说他了 咱聊聊那条尾巴 我躲一个塔儿 他是来绑架罗姐的 这是谁呀 这可是吸收了赤血悬身的空间法师 哦天哪 这网站组合比钱还值钱呢 绑架犯一定是想要掏空师兄的小金库 让他来熟人吧 非常肤浅缺乏逻辑 空间法师轻易能被绑住吗 分分钟越遇十万八千里 再者南宫流云的金库 比天还大比海还深 掏是掏不空的 我赌一个逃活 他必然是来暗杀嫂子的 你有深度 你有逻辑 你有智慧 你 你 你 绑架还是暗杀 或许另有所图 也许都不中 要不先吃饭 这爆炒南宫真是鲜嫩多汁啊 南瓜 确实很嫩啊 这手撕凌云滋味也不错 手撕牛肉 好 滴天满味 嫂子摩蟑了 嫂子摩蟑了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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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唱首歌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 你 你 你 好啊 我 好啊 啊 我要睡这儿 嗓子 那里是水槿啊 沈儿 自己拖还是我们拖 她是个女的 母的拖一半 我们只要是看脸 是母的 见你完毕 是你 瑶瑶师姐 你怎么偷偷摸摸地跟踪我们啊 有一说一 烧毁黑暗森林的烧毁烟 是你弄的对不对 也是你使坏 把我嫂子弄到淫霞东府去了是不是 没错吧 我那个 对 那时我是榜熊 干了坏事 但我今日跟踪你 只是因为 因为 来来来 编给我们听 她不是来找南宫的吧 师姐 是个人都知道 师兄从来对你就没有那个意思 行了 让她自己说吧 嗯 嗯 谢谢 其实我 我 我是来求你的 苏姑娘 上回承蒙你好心相助 我脸上的伤疤都治好了 只有一道最严重的还未痊愈 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再给我一颗相似圣果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一直着人打听你的下落 前段时间 听说你在西晋和南幽交界的深山里 跟着又去了西晋国 这两处我都去过 但没追上 后来我又买到了新的情报 得知你前往这白泽镇 终于叫我给遇上了 当真是你买的情报 没有别的途径 别的目的 我 我知道上次是交易 苏姑娘你没有义务再给我果子 但我也许能帮上你其他的忙 什么都可以 上次她跟进沐仙府 拿走相思果 并且在最关键的一刻 做了件奇怪的事 阴差阳错地帮了我一个大忙 她这人到底是什么动机 什么情况 走 跟我进秘境 什么时候我看你顺眼了 什么时候就给果子 开房睡觉 明早出发 爹 小小俑 天资猴上房来 亮姐 melt 粉 烟 烟 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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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谁料到黄雀背后还有一只大老鹰 你来干什么 这话难道不应该我问你吗 你父王的失败可不代表我们的合作结束 刺手让我找到你继续推进打击 我知道这也正是我跟踪苏洛的原因 那天我看见父王被荣云大师弄走 知道大势已去 我便也暂时离开 准备另寻起见 挽回居面 你怎么挽回 荣云不在 南宫走了 这是个好机会 我跟随他进入白泽密境 等他落单陷入危机时 就可以将他抓捕 继续完成暗血迹 至于你们 负责抓到南宫流云就好了 你把我们安排得够明白了 不过 南宫流云现在就在我们总部 准确说 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 昨夜 那晋王殿下突然登门 要跟我们刺手谈生意 今天我来和你做笔交易 白令这个位置 差不多也该换人了 哦 换成谁 我 你 你想得到什么 有荣云在 我感觉自己永远也抓不住苏洛的心 但凭我一人解不开荣云的阴谋 我需要萌药 你以为跟鬼刺合作 就没有阴谋吗 本座也不怕告诉你 我们的计划 是把你和苏洛一同献祭给暗血时空阵 将世界逆转到他出生之前 那时候的我 依然会记得灵族每一步的战略和动作 所以能保护我师父不被灵族发现 让他在碧落大陆继续战斗 但从此整个时空里 将再也没有你和苏洛这两条命 哼 照着荣云的计划行事 我和苏洛就会有好结局吗 荣云自己说的 我猜的 不简单哪 看来本座低估了你 没错 荣云一定不会告诉你 照着他的那条路走 苏洛的下场只会更加悲惨 到时候 只怕他宁愿自己从未出生过 如果说苏洛的牺牲无可逃避 那我宁愿选择和他一起 死在暗血时空阵里 陷入永恒的沉睡 至少这个东西明明白白 好过于交给荣云那个不值得信任的男人 白领魂绝 你从哪儿得到的 你已经低估过我一次 别重蹈覆辙 所以这个世界 已经被重启两次了 至于第三个问题 你没有资格知道 既然你已经想透 本座就成全你 我特地来告诉你 南宫流云已经是自己人了 要对付的只剩下苏洛 南宫流云这是 疯了吗 一闪一闪亮晶晶 南宫流云神经病 你们在开始什么呀 洗脸刷牙去 赖床鬼 这下可以让我看了吧 围棋 师父说这是找到白泽秘境的线索 但我不知道怎样看 我们研究了许久 输入灵力 用火烧 用冰冻 用刀劈 什么招都是了 却没有看到任何线索 我想咬开来着 但是主人怕我弄坏它 不给我咬 为什么要用火烧 用冰冻 用刀劈 还要用牙咬啊 大师说这就是线索 不是说这个里面有线索 谢谢你 谢谢你 紫爷 师妹掌金了 赖床鬼 真聪明 如果说这枚棋子本身就是线索 那么我们应该寻找和围棋有关的地方 或者人 或者扇子 啊 抓住他 啊 啊 别急 他没有恶意 主人 门后面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 白子命迹 看来我们已经到了 还真是大阴影师 放开那扇门 这种负荷当然是交给我 有没有钥匙啊 锁环都是空的笨珠 大家一起上吧 啊 我们快进去 别等大火灵医都耗光了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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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主人 你的小可爱又出不来了 你打的究竟是什么副本啊 对不起来小神龙 我也不想这样的 不 不香了 忽然间什么都不香了 大师兄 大师兄 子言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被摸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都长这么高 还是像只小猴子上蹿下跳 学学你师姐 有个女孩的样 大师兄 大师兄 你怎么会来这里 还不是师父他老人家不放心 让我等候在此 祝师妹们一臂之力 原来如此 那瑶瑶心灵 可就踏实多了 洛姐 给你介绍一下我家大师兄 他又帅又温柔 一直很照顾我们几个小的 九连三师兄 就是南宫师兄 都很尊敬他呢 二位见礼了 东方玄 大师兄大师兄 我要够壮 三师兄把我们给抛弃了 那一定是你不乖 有他生气了 不是我啦 大伙小心 这桥不对劲 怎么回事啊 我去 428 2 3 4 你们不喜欢我 这谁可真怪 游着游着就上了天 老天爷一定知道 小爷我不喜欢游泳 鲨鱼老哥 跟你打个商量 你呢假装没看到我 我呢保证不把你肝脏里的脂肪 炼成鱼肝油 也不包你鱼皮 糖色破裂 我接受你的制裁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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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 不 不 不会吧 我得穿过它屁股底下才能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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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承让承让 我本事过路课 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苏洛在这里被冲向了 这边 还是这边 喂 问你呢 开什么小差 这水溪千变万化 要是选错了 我们何年何月 才能抓到苏洛 好像是这边 好像 你在敷衍我吗 欧阳云琪 姚家 你居然干阴我 我警告你 马上放我下来 我知道你这分金错过的秘书有多厉害 算你实相 如果你不放了我 我看你变成那副鬼样子 怎么去尽你的苏洛 你可以不给我截招 但我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阻止它向我全身满眼 你 你 你疯了吗 只要放了我 我就可以给你截招 但是你 你 是 我宁愿不要这只手 放了我 我错了 元气 求求你 知道吗 为了摆脱你 我连自己最珍惜的东西都牺牲掉了 欧阳云琪 我恨你 你这个混蛋 东方熊 低头 低头 多谢东方熊 跟你会合真是太好了 饿了吧 补充一下体力 这是不知道 其他人被冲到哪里了 咱们找去 走 老婆婆 你才几岁喔 搬啥子鱿鱿 装啥子子皮喔 主人在外面战斗 身为灵宠的我们 却无法助他一臂之力 真是越想越委屈 再这样下去 主人就要不喜欢我了 哎呀 老婆婆 看你苦魂咯 吃点果果 心情麻藏就好咯 喂 是随便吃吗 可以一直一直吃到我心情变好吗 哎 eh 满点满点 某杯子辋枪了 活得似的 姚家队长 声明力挺顽强的 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任务 姚家 岂敢命染皇上 谁干的 欧阳云琴 他把你搞得半死不活 这便是在跟鬼赐组织 撕破裂皮 背信弃义 最不容忠 全体搜捕西晋三皇子 心辛苦苦 亲手提炼出来的 精春于根油 算了算了 当我做慈善 也是君子 非流士 救人一命 消灾除病 攻击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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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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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是什么 我是在给你 你讨讨北辰天世子 为什么给我换夜座 为什么帮我弄出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的 小爷我亲手练成的鱼干油都用光了 大半张鱼皮 也裹在你一个臭腰的身上 小爷我的目的就是帮你疗伤 然后痛扁一顿 行了吗 谢谢 兄弟 你被野兽袭击了 苏罗 有危险 洛姐人在哪 你怎么知道他有危险 说完再晕 这算什么 整条手都断了 失血过多 你变态吗 这种时候要吃人豆腐 这家伙不是知道洛姐的情况吗 你的鱼干油疗效这么好 我差点给他呗 弄醒了搞到情报 再把他给丢掉 此生自灭去 算了算了 拿去 这回真的是没了 不是用光了吗 小气鬼 你懂个屁 爷这叫会过日子 这些大脑袋好萌啊 咱们别停 时间要紧 苏姑娘 我觉得走这边 有较大的概率 能碰到其他人 他在干嘛 别被咬到 小心有毒 走吧 苏姑娘 你没事吧 毒 我中毒了 中毒 一定是刚才的虫子把你感染了 没关系 有我在 不 不是虫 它没有药 是那个 果子 饿了吧 补充一下体力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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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叔叔叔 快给主人为相思果果解毒啊 还好意思说 我真可主都找你真广喽 一磕锅子都不神喽 什么 我要吃那么多 主人 杨央师妹 这么巧 大师兄为何扛着苏洛 他怎么了 他方才在山谷中 误食了有毒的蘑菇 晕了过去 我在附近找了很久 都没有对症的药草 所以想带他回白泽镇上 看病疗伤 再做打算 如果不回白泽镇 他会死吗 姚姚师妹 我知苏姑娘夺走了三世帝的心 还间接害得你毁了戎 你怨恨他 但是现在救命要紧 做人要良善 难道给他吃天毒蛇梅果 大师兄就良善了 把人放下 因为这个女人 男公都不正眼看你 你不想他死吗 一码归一码 就不劳师兄费心了 这么执着 是受师父之命吧 看来你是忘记 烟霞仙子给你吃的苦头了 做别人手里的棋子 随时会被抛弃 我们只能靠自己 闯出新的天地 你是指北墨吗 师妹聪慧 北墨轩人士答应我 只要带回空间法师 练成傀儡为他们所用 我便能在北墨得到十个城邦 练于城主的位置 我不稀罕了 这就是你背叛师父的理由 曾经龙擎天 但我有如亲生 我也发誓一声 终于炼狱着 但是自从你们相继进入师门 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化 师妹们年纪小 我无意相争 但是南宫呢 他当年只是一个 身中奇毒的病状小孩 若不是师父流水般地 赐予他高阶法宝 授予他各露绝招 他根本不可能比我强 后来我成年了 师父怕我惦记城主之位 就总是把我远远地支开 在那北墨的风沙中 我一待就是六年 我早就受够了 都是他龙擎天逼我的 走到这一步 是你的狼子野心 而非师父所为 大师兄 瑶瑶送你一程 瑶瑶 其实大师兄背叛师门 也设想过自己的结局 也许是被师父赐死 也许是和南宫决斗而死 也许是被魔皇族谢幕杀侣 但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人会是你 我最疼爱的 遥遥十美 从我看到你御膳的那一瞬间 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你吃了猎月城独有的天都舍美果 只有我师父的独门解药能救你 谢谢 对了 你要的相思果 小神龙叔叔叔 什么情况 没关系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 你在烟霞洞府给我的相思果 已经彻底治好了我的脸 那你拼了小命一路跟着我 因为 我必须有一个顺理成章 接近你的借口 姚丫头 把面纱除了 让师父看看 恢复得很好 不愧是通天神要有相思果 但是接下来 你还要继续戴一只面纱 别摘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个重要的任务 唯一是要托付于你 你去西晋国郊外的出城之路 等待苏洛 以脸上的伤未痊愈为理由 问苏洛讨要相思果 他必定不肯 但没关系 你借此理由 随他进入牧仙府 一定要在他进入九重殿之前 强也罢 骗也罢 拿到一颗相思果 你要在牧仙府的范围内吃掉相思果 并马上植入地下输入灵力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但是 如果你在西晋出城之路 看见了荣云大师 则不用再去牧仙府 而是立刻赶往另外一个地方 白泽镇 你要以同样的理由跟随苏洛进入白泽密境 在他危险时 助起一臂之力 这一路上 也许会遇到你的大师兄 我本来暂时留他一命 是为了把北墨的势力一网打尽 可如果他胆敢对苏洛有任何不利 你就不要犹豫 杀了他 千万别等他招来北墨援兵 否则你跟苏洛就麻烦了 师父对瑶瑶的盯处 便是以上这些 可是 练狱城主龙青天到底是谁啊 我认识吗 他为我安排这些一桩桩的 到底是为什么 师父 这苏洛究竟是何人 能让您如此煞费苦心 一定不简单 他的存在 天不容地不寿 日月不敢偷照耀 身为人的苏洛 终将换命 但另一种形态的苏洛 也会永存 就是这样 瑶瑶只是谨遵师父之令保护你而已 天快黑了 上路吧 你师父是男的女的 多大了 叫什么 他平时都待在练狱城 还是经常游荡江湖啊 他最近一年去过东陵国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师父行踪很神秘的 但他对我们非常严格 训练的方式也很特别 记得我小时候刚拜山门 他丢给我一只可爱的小山猫 我一抱起来 他又丢给我一把刀 还有一次训练玉灵飞行技巧 他把大家带到巡礼牙上 那时候我恐高 师父一脚把我踢了下去 连保护措施都没有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醒了 多谢二位 赶紧把我洛姐的情况说清楚 他在哪儿 遇到什么危险了 还有 你怎么进入白泽密境的 不止我 鬼赐组织有很多人都进来了 他们要抓苏洛汇去 继续陷阱 而且 难攻流云 老公 只吃他一个 我们的肉不香 神残至尖 好励志啊 三皇子殿下 你没死 难攻流云 陆路一定没有料到 你会跟鬼赐同流合污 你背叛了他 我齐 这一切的根源 不都是伴你那一刀所赐吗 欧阳云起 送给你了 分头寻找苏洛 不论谁有任何消息 迅速回避 是 救他 不救他 救他 不救他 得了吧 人肯定被啃得只剩骨头了 还救什么救 再说 他对南宫和嫂子的生命有威胁 这就是天意 好吧 只是他提了一嘴南宫师兄 我很好奇 师兄怎么了 他见过 鬼知道 也许他在撒谎 谁 你住过校吗 什么意思 你肯定没有 我也没经历过 听说睡在一间宿舍的女孩 每天晚上都会分享心里的秘密 放心 咱俩关系不好 不干这种事 虽然我们算不上朋友 但我还真有一个秘密 想告诉你 我 我 之前 在烟霞洞府的每一天 我都在等待师兄出现 救我离开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并没有来 突然有天我发现 我等待南宫流云 同时怨恨着你 就和烟霞仙子等待荣云 怨恨着炎花女孩 女神一模一样 我很害怕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他 对整个世界充满恶意 自己也不快乐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你被抓来 跟我说 与其卑微地去爱别人 不如学着爱自己 是这句话让我走出来 停止了对师兄的幻想 虽然一开始很困难 但是 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对了 先喜欢上自己 然后一定有真正懂你的人出现 来喜欢你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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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摸谁的狗 二百九十九 三百 哎呀 懒得觅食了 咱们将就喝点 喝完上路 天灵水 这早餐一点也不将就 很奢华好吗 要不是我的相思果 被某只龙啃光了 还可以更奢华 这么奢华的天灵水 啊 有一口呗 是 师兄 你 你回来了 哼 回来了 要吃完了 病治好了 也撒够了 嗯 我错了错了错了 啊 我跑掉以后 三秒钟就后悔了 为了让你原谅我 就去找这个 啊 白泽秘境的地图 既然有师兄在 瑶瑶就放心了 告辞 别呀 他不如你有用 昨天救我一命的人 可是你 嗯 瑶瑶师妹救了苏洛一命 师兄 铭记在心 这就见外了 毕竟 她可是听过我秘密的女人 等等 好像哪里不对劲 我记得那个图腾是 鬼刺组织 苏洛 不好 不会的 师兄不会的 他不可能和鬼刺有什么牵连 但是 为什么 他身上会有那个图腾 这熟悉的恐慌和绝望 真是令人好生怀念 可是没办法 亲爱的三皇子殿下 出来混 终究是要还的 都站在这干什么 有家队长 有家队长 你们没有和白令大人 一同行动吗 大人他 安排我等分头寻找苏洛 我们并无收获 反倒是白令大人 自己找到了猎物 然后 他之前说 无论是谁 一旦抓住苏洛 就发送信号 一同返回总部 但我们通过定位秘咒 发现他没回总部 而是带着苏洛一起去找 传声神殿了 他说他手里有白泽秘境的地图 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像是假的 原来他做完火急火燎的药 先找欧阳云七 只是为了支开我 哼 这男人好狡诈 一个被人称之为邪王的男人 会是单纯的小白兔呢 吴反正无信 见过此事 见过此事 所以吴在他体内暗中 植入定位秘咒 如今吴等便顺藤摸瓜 补齐后尘吧 加油 刺手 他们还没到 想必是您的空间速度 比苏洛更快 毕竟他只是宗师级 候着吧 刺手 您这是 你们可知 长面与此的是哪些人 当年那场大战人族死伤无数 连尸首都分不出谁是谁 女神心慈 说要把大伙收藏在他地界的 一个秘境空间 没想到竟是这儿 这个世界不需要苏洛 我定要将他献祭 令女神回归 归此重振 刺手英明 刺手神武 就是这儿吗 看 他也跟着来了 看来没错的 苏洛 接下来的话 你要认真听好 进入神殿之后 无论听见你的母亲 要求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急着答应 你要分析局势 权衡利弊 多想想你自己 也要考虑身边的人 但无论如何 跟随自己的心是最重要的 明白吗 你 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不擅长承诺 但我至少可以保证一点 在未来 我绝不会打着爱的名义 把你变成不属于你的模样 如果你想去冒险 我支持 如果你想站上世界的顶端 成为不平凡的女孩 我追随 因为 那才是真正的你 宋令大人 你来晚一步 苏洛已进入神殿 什么 我们看到的场景 都是画出来的 相思受职业造职 可若复生一梦 这样的职这样的图 天底下只有荣云能办到 百灵大人 你对吴有何解释 本王改变主意 弃暗投明了 仔细想想 荣云那头的选项 说不定更好 你在玩吴 彼此彼此 当你加入鬼刺时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 你失去了杀生的能力 同时还交给五等一个权力 那就是 不可以启用鬼刺家法 让你生不如死 大悟依然不明白 你可以直接带他来找神殿 为何要辗转加入鬼刺组织 你到底所欲为何 这个答案 需要想那么久吗 他替我成为新的白领 便意味着 我不再受师父的禁制约束 可以尝到守刃叛贼的滋味了 是吧 你自然达到了半部神级 我们一个都是黄金 但是他舍制的上限 是他传手于你 还是你投了他的发电 我们曾经是兄弟 是战友 还同时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女人 我们本应把新事藏起来 好好完成他的嘱托 只可惜 你背叛了他的旨意 必须死 师父 托儿一息为了鬼子 只有您才能带领五等 去往新世界 我讨厌那个孩子 讨厌他爹 是他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 师父 云雷 至于第三个问题 你没有资格知道 但我可以告诉你 她没办法再像普通女孩那样 和你厮守一生 就好像如果师父失诚了 她也不会留在我身边 大师 按照您所说 如果韩燕与欧阳明得逞 苏洛就会和我一同献祭 一同死去 如果您的计划成功 苏洛也无法留在我的身边 这两条路 对我跟她来说都一样的残忍 我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 但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 苏洛自己的想法 她跟我说过 自己的命运 必须要为自己掌控 这是属于苏洛的权利 倘若她在知晓一切之后 愿意接受师父的计划 总之 希望大师给个机会 让她自己选 此为白令魂爵 你带上她去找韩燕 然后取代我成为新的白令大人 待我杀了韩燕 欧阳明不成气候 那条路便是断了 至于我这条路要不要走 待苏洛后的传承之后 可由她自行选择 我绝不强迫 大师好谋划 南宫必轻力配合 原本红白共掌鬼刺 任何举措皆需双方同意 但红令即已陨落 鬼刺当下就只有你一个首领 你可自行选择 是掌控鬼刺 或是毁掉魂爵 与鬼刺再无瓜葛 不感兴趣 думаю 清朝 清朝 终于见面了 诺 南宫 荣云大师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师父 你们又为何在一起 我要问 问也不会说 总之一切等落丫头出来再聊 她刚进去不久 那就等吧 你是我 娘 我是她的一缕神石 一个意志 或者用你熟悉的语言来表述 一串代码 你 你真好看 我小时候也幻想过 或许我的妈妈会在某一天出现 你此刻的情绪波动触发了一个程序 这也未免太短暂了吧 不短暂 关于你的成长历程 我一直都在关注 你的第一次微笑 第一次勇敢 她给你讲的第一个童话 第一次心动 还有你遭遇的那场撕心裂肺的背叛 来到毕落地苦苦挣扎 再后来认识了她 你和她 停 母上大人 停 总结得很详细 很完整 我谢谢您了 那 现在您在哪儿 听师父说 您被带回了神界 无身处境 不足挂齿 现在的紧要之事 是让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 什么真相 在无限的多元宇宙中 每个世界都有不可违逆的自然法则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天道 地球的天道是牛顿第二定律 是智能方程 是欧拉公式 是商 科技是它们进步的力量 而在避落大陆 天道是对灵力的追求 是对肉体的修炼 我知道 下界可以修炼到灵界 但不可能去神界 错 拥有漫长的寿命和至高的法术 但我们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天花瓣 天道杀神 天道杀神 每隔十万年 杀神魔童会降临人间 转世为一个孩子 当他体内的杀神觉醒了 唯一的任务 便是诛灭当时所有的神迹修炼成 为天道献祭 在避落大陆几十亿年的漫长历史中 杀光了一批又一批的世间强者 用地球话来说就是割韭菜 难不成天道 希望每个人都永远平庸吗 在避落大陆上 没人会干预平庸 基因让我们对修炼充满了渴望 所以这是个死诀 因此我们决定和天道抗争 神界得知杀神已经转世 我们必须在魔童觉醒之前找到他 同时我们决定封锁神界 让下界众生暂缓成神的步伐 若我等失败 少一个成神者 也就少一个牺牲品 那找到了吗 线索越来越清晰 在我们快要成功时 众神里面出了一个叛徒 他把大家困在锁神阵里 等待杀神魔童苏醒 完成天道的献祭仪式 只有我艰难地逃脱 流落下尽 后来我创办了鬼刺组织 想继续查找魔童的下落 但是天道已经让魔童 进行了第二次转世 藏得更加隐蔽 我几乎都要绝望了 这时候 他为我带来了一片破碎的上古碑纹 让我看到了希望 他是谁 你爹 他高吗 帅吗 个性好吗 声音酥吗 不好意思啊 您继续 他带来的碑纹残片 是百万年前的神机修炼者 所留下的 他们也曾发现自己死期将近 拼命想办法自救 他们认为 与其去寻找魔童 不如另辟蹊径 由一个空间大能 集结天下空间法师的力量 在宇宙中缔造一个全新的卫免 思路开阔呀 这个空间大能 就会变成新卫免的创世神 它可以书写新的天道 创造新的法则 你们就能不战而胜了 对吗 我终于明白你的那个计划了 是的 这个计划必须进行下去 否则我们的今天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明天 娘 既然我也是空间法师 我能做点什么 我希望你代替我去开空间 只不过 开空间的法师 需要献出自己的肉胎实体 化作新宇宙的星辰大地 陨落清风 它不再是人 身上的所有人性 逐渐消吞 它不再爱任何个体 因为它自己将化作爱 神对万物之爱 这是生命体的终极进化 对苍生来讲 是一种救赎 但对于某些个体而言 却是一场灾难 我失去 南宫流云 当年 你也做好了 放弃我爹的准备吗 我跟他谈过 我们都同意牺牲个人的幸福 成就一个世界的前途 可是我不一样 我既不想置天下于不顾 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个人幸福 我可以选择和南宫停止修炼 永远死守 谁想修炼到神级 谁管自己的死活去 那么 你是这种人吗 南宫才十八岁 就已达到如此境界 往后余生要是停止修炼 保持平庸 他怕是会憋死 还有师父和龙城主那样的人 他们又岂会甘当凡夫俗子 如果天下人都必须止步修炼 那这个世界就没有进步 没有发展了 是 我做不到独善其身 你身上流淌着我和你爹的血液 就是不认命 那我爹在哪儿 还活着吗 那场大战 他为了替我挡下一击 被打得魂飞魄散 你无需管我们 这是属于我们这一带的宿命 您的意思是 我开了新空间 也救不了你们俩 没错 你只能挑选一小部分人跟着你走 万不能像我当年一样 企图将天下人都拯救 最后惊动天道 功败垂成 摆在我面前的好像两条死胡同 按您的计划 我和南宫只能分手 您身陷淋雨继续等死 我爹也白白牺牲了 而大部分人 依然活在天道杀神的轮回中 按欧阳明和韩燕的方法 您可以再来一次 可问题是我也不想去死 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吗 古往今来 凡城大事者 莫无大格局 你必须舍弃自己的情感 才能走出一条 相思而生的路 三日 等你答复 出来了 你已经在崩塌 先回令玉城 这地道正宗吧 知道你耗这口 我委托云起批发了十几箱带回来 我还批发了好多薯片 蛋红酥 半熟知识蛋糕 甚至螺丝粉 老爹 您可以保持以前 当杀手组织首领的时候 那种气质吗 我有点不习惯 师父 这么多年来 您两头奔忙 又要在那个世界培养洛基 又要回来照看我们 辛苦了 银丫头今天甚是同事 师父 还有什么地球土特产 都拿出来一并分小飞 去去去去 嫂子 刚听龙城主说 她在地球创办杀手组织 是为了暗中训练你 但我见你好像不太惊讶 既然师父煞费苦心地 将我送去地球 就不可能毫无安排 老爹 谢谢您教会我战斗的勇气 真没想到 西晋国三皇子和我洛基 竟然是青梅竹马 西晋老公 可真够狠的 对自己的儿子 也施下零肉解体术 送到地球 假扮成孤儿 混迹师父的杀手组织 只不过千般计算 也没算到她对洛基 动了真感情 来 尝尝这块煎好吃不 当年 这孩子突然跳出来 对我投诚 我着实吓了一跳 后来我和荣云决定 将计就计 让云起成为数命级帝 表面上继续替 欧阳明和韩燕办事 但其实 他成了我们的人 我真该谢谢 荣云大师的绝妙补术 是他安排我 假装贪图龙之界刺杀你 其意 是为了断绝 你对我的信任和感情 其二 是为了让我在父王和韩燕面前 能继续伪装 但是洛洛 我欧阳云起 从未背叛过你 只是 只是我不能开口说出真相 你该敬人家一杯 啥意思 你说啥意思 开始抽风了你 我喜欢抽 骂我呀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年的野天鹅 直到今天 我才算听懂爱丽莎的故事了 干了 那你会回到我身边吗 会吗 会吗 你一定要在这里 当着所有人说这个 对 对不起 我醉了 骂丫头 说正事吧 在川城神殿里 你都听明白了吗 老殿 或者 城主大人 我心里有数 但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谁都不许打搅骂丫头 让她安静地考虑 是 月黑风高 泡个温泉去 小王贼 偷到自家师傅房里 改当何罪 我不睡 我不答应 你是有病吧 兄弟 谁来师傅房间睡觉了 告诉你 我要把师傅带回来的地球土特产 发个底朝天 谁叫他偷玩 这个给你看看 等等 在我床下 你好像要帮我什么玩意儿 这是我的玩意儿 谢谢 二位请滚出来 大太子 子言 你已经不是三岁了 偏什么只怪我呢 别留下我呀 嗨 遥遥师姐 讲讲道理 饭局现场活捉两个嫌疑人 为什么单单只说我呢 他是炼异城的门徒吗 外人不懂规矩 连你也不懂了是吧 你们瞧 那个外人 怕是更不懂规矩吧 我要是你 就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敲门 你当然不想 因为你心里明白 我在他心中 不是轻易就能被替代的 怎么 给本王下战书 楼下玩一把 南宫兄好兴致 本王爷舍命奉陪 人家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特别 本王爷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过去我跟她是如何执行任务 如何打配合 如何守望 我跟她是第一个爱上彼此的人 我比你了解她多了 还要我前面有什么了不起 恋爱这种事 什么时候遇到对的人 什么时候才算数 你们待在一起的时间 总共不足三个月 凭什么你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对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自以为是的爱太多了 常常有人会因为靠得太近 反而看不见对方的心理 他今天都没有搞清楚 他为什么会对你失望 让本王来教教你 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 你一声不吭地替他做出了选择 就算没有我的存在 他也绝对不会原谅你 不 你没见过在地球时 那个小小的他 又多么羡慕那些被父母牵着手 过马路的小姑娘 而他蹲在屋顶练血狙击 手里只有一把冰冷冷的枪 所以 可恶母爱 你也会学实现炎桓女神的梦想 所以我在站在这一头 对他做了那些事 苏洛的命运 只能用苏洛自己来决击 刚知道你的存在是吧 我很愤怒 想要夺回你们共同度过的时光 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你这样的对手 无足轻重 我真的 输了吧 你输给了自己的愚蠢 我 学赵千山寒 汤薰万池暖 凉叶泡一泡 哪儿哪儿都输的 他怎么说 考虑 我说应该的 你这呢 这就走了 你说 我这个人是不是很狂妄 有点谦虚了 你是丧心病狂的狂妄 这么说 在你风轻云淡 一脸面瘫的伪装下 跳动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不然 你也不会差点害死落丫头 孩子没事吧 什么没事 差点摔死了 你是不是丧心病狂 为了搞寒夜 连孩子的命都赌进去了 万一你接不住的 你这不就是没接住吗 不过天降贵人 幸好我一直偷偷跟着你俩 才捞回他的小命 也不枉他在地球 叫了我那么多年爹 再生父母嘛 我的确 亏欠那个孩子一会儿 难道我们真要听命于那个丫头 红令陨落 白令退隐 群龙无首 如果此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很快鬼子就会分崩离析 愧不成军 那为啥是他呀 从前就一小小行动队长 我也是队长啊 那照你意思该选谁啊 按位分还是按职位选 我看就凭实力上好了 组织一场勒台 我从尸体堆里爬出来 要重振组织 却听闻有人不服 妹妹说笑了 是个人都不服 我没什么野心 谁能当好这个家伙就服谁 姚家妹子 你能拿出点什么 折服人的东西吗 这个够不够 红令浑厥 怎么在你手里啊 别管我怎么到手的 规矩还是老规矩 剑魂爵如剑刺手 还不见离 叩剑刺手 叩剑 叩剑 停 这么多年了 你们就不犯这个称呼吗 前任刺手寒雁 耗尽人力财力 为时光暗血迹奔走十数载 违背炎华女神之意志 罪该万死 不过那事就算翻篇了 鬼赐有一个新目标 我们要掠夺苏洛体内的空间神力 不是为了回到过去 而是要从此走上光明的舞台 成为碧落最强大的势力 我将是你们的 鬼赐女皇 玉皇在上 万岁千秋 玉皇在上 万岁千秋 玉皇在上 万岁千秋 西境的士兵们 北墨的斗士们 我们之所以相聚在这场 伟大战争中 是因为北墨新皇 轩辕得日 雄有宏图大志 接受朕的邀请 率军南下 今夜 我听见班声洞 而北风起 我看见剑气冲 而南斗平 我们将一起出发炼狱城 火灼空间法师苏洛 东陵进往南宫流云 六年前 我们的土地迎来了一位中原人 号称要助我建立最伟大的北墨帝国 他叫东方璇 东方璇没有做到他的承诺就死了 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一位中原人 自由的斗士们 空间神力必将属于我们 我们的唱歌来了 站在这容易堆砌的城堡 落雨垫的麦西兄妹吹响号角 又喜欢贪念的乡亲父老 不管有没去过木仙父都给我听好 那个超神级宝贝果然超神 吃了那根人生原地三级飞升 谢人慕我实名谢人慕必须抢过来 各位英雄也请拿出气概 把空间法师大写八块 红烧或者爆炒都all right 秘密情报已经传来 令狱城等着我们去开轰爬 世界已经崩塌了 我们一起狂欢 听说了吧 西京和北墨已连成一趴 东陵南风也出街来炸 没有前途的人才甘愿吃瓜 我们要开挂 我把把空间法师拿下 我阻碎放 现在就出发 狂istem 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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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是 好 走 也不知那孩子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是瞅我眼睛 师父 不好了 用情做的 荒里荒站都干什么 师父师父 这几天我常去城门前的集市溜达 还有我 我看到好多可疑的人 都是在这几天才进城的 那些人看着很面生 根本不像住在附近的老百姓 也不像常年往返猎狱城的货郎 总觉得是什么势力在有组织分批次的入城 城门安排的人手充足 训练有素 没有录影绝对不会放进来 对的对的 我请示过负责守城的八长廊 他们说那些人都拿着城主预印盖章的录影 师父 你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啊 送我来 师父的印不见了 我方才却查探了一番 城内所有客栈旅社都已满房 但餐馆正殿却并无人气 大门也鲜少有人进出 看来那些人在住店后就不曾出门 肯定是在酝酿什么阴谋 大胆猫贼 不是贼 是我们中心有内鬼 为什么这么说 去看看苏洛便知 罗牙头 罗 怎么是你 请师父赐罪 大雁是你偷走的 是我干的 对不住了 城主 你这臭小子 我偷走大雁 让人到城外制作录影叫卖 西进北莫联军 鬼刺 洛宇殿 还有集结起来的江湖恶毒 都以为他们买的是假录影 说不止是真的 你是嫌我城里日子太清静了吗 他们都是冲着找苏洛而来 我这是请君入翁 因为此刻 苏洛并不在炼狱城 他昨天晚上就走了 是怎么走的 炼狱城的法阵是你设计的 他若是用空间瞬移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如果不用空间瞬移 有办法能快速撤离炼狱城吗 有 走炼狱鬼路 那是沿着炼狱城地下火脉挖掘的秘密通道 充满危险 但他并不属于全境防御法阵的一部分 只要知晓里面的机关 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令狱城 你们两个东西 也没手处理吧 我们就 就就是 负责在城门口数人头来着 确保那几路人马都进城以后 再来通知您 这把刀硬了 全员被判 非常好 才不是被判呢 是洛杰的决定 师兄 三皇子殿下 跟正道什么呢 师父不是说了 这几天谁都不许打搅苏姑娘 师姐说得对 要不二位哥哥换个地方打 这么多人都在啊 都上来吧 有个事想找你们说 嗓子太牛了 瑶瑶愿意全力配色 师姐你走开了 我要当洛杰身边唯一的女人 原来如此 我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云琪 其实我们之间的问题 不全在你一个人身上 曾经我们有个许多美好 但那时我很幼稚 总是在揣测你 希望我是什么样子 我就去扮演什么样子 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洋娃娃 公主群 涂口红 我也不相信 每个童话故事 都有完美的结局 更不喜欢去海边 过什么简单平静的小日子 因为它 我才明白 人要发现真正的自我是 多么艰难 而要把这份自我坚持下去 更是难上加难 云琪 我会记住你给我的美好 感谢你付出的一切 但是现在 我要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你也可以 谢谢你说这些 我应该体面地离开 而不是在纠缠中 变得面目争鸣 但是 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守护你 这个计划我加入 这儿就是炼狱鬼路的尽头 过去之后 你可以自由地施展空间法术 不会被任何人追踪到 那你呢 我们放了太多敌人进城 我得回去 助师傅一臂之力 来 南宫流云 我在 谢谢你 不听这个 换一句 我爱你 等我说服师傅和荣云大师之后 就去找你会合 谁要听这个 换一句 洛洛 你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本王也不会输的 都说了 这不叫旁边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师傅 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太张然了 冰城住 有人在城中作乱 六长老已经组织人手进行镇压 八长老在城门不防 但 作乱者数量庞大 分头行事 且组织有素 我去会会那帮杂碎 处着干啥 不给自己擦屁股 我这个去 小子将功不顾 去给你守城 辣椒粉 花椒粉 我 我 火位挺重啊 小心上火 落鱼颠的两位少人家 裤盖大哥大 落浩尘 嘴泡小辣椒 落蝶依 走到哪儿都能遇到你们呀 我说那么眼熟啊 原来是那两个弱渣呀 有人递死我没 三打的我吗 他们是两个 我们也是两个 他还比你眼儿 怕个毛啊 脑回路挺清晰呢 实力是论金算的吗 王者是比腿长的吗 今天就赌上碧落大陆 黑帕巨头的尊严 让你看看落家兄妹真正的实力 裂玉成一起向你发出秃头警告 再让我见到 就拔光你的毛 找一场白场 裂玉成也敢来耍 落浩尘 你有点膨胀了 这里一点也不好玩 我要告颜颜去 别的地方不用管 单把炼玉成的王公绝地三尺 一定能把苏洛找出来 是 别怕 我已背信弃义的叛徒 秘法 绝境天 你们这些晚辈 可能脑子有点不清醒 绝境天这个秘法 是我这叛徒创造的 但我不会断绝鬼子的后路 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任何同门之情 而是不希望师父曾经的心血 便荡然无存 滚吧 你要干什么 欧阳云琪 给我退下 父王 我们还需要上演父子子孝的谢幕 我要干什么你应该能猜到 儿子 不管我做什么 父王都没有真的想过害你 等父王如愿以偿 把时间倒流回去 你只有三岁 父王一定会好好地疼你一世 弥补今生的伤害 但这辈子 怎样都无所谓 你错了 除了你的女神 任何人在你眼中都不过是工具罢了 即便重来一次 你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可以留你一条命 但这个皇位我要自己做 这是你欠我的 父王 这个位子要左边拿去 不过 你可知道 我是怎么从北墨战场上回来的 北墨心上人的皇帝玄元得日 是一头贪婪的狼 他要走了西京大半的城池徒弟 才肯放我回来 我为了活命答应了他 所以你要接受的是一个烂贪子 一片被北墨人刮分了的残破国土 那也如何 只有绝对的权力 才能让我帮到他 西禁军听令 国王已将王位传于我 我命令你们即刻退兵 是 来人 在 把他带回去 是 儿子 那终究还是走上了和我一样的路 你 娘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请您原谅我的无能 没有办法从云云众生中 挑选出谁该被我拯救 谁该留下来等死 也请您 原谅我的自己 既然已经出生 我就想继续存在 继续活下去 spreading 继续活动 臭小子 你这是真表现来了 去 还要请您原谅我的贪婪 我无法割舍心爱的男孩 不想和他变成触不到的恋人 但是 我也无法割舍您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人 所以 请您允许我任性地 做出第三种选择 我要留下 替您找到杀神魔头 杀了他 我会用尽全力 保护自己的爱情 也会努力为天下人的福祉而奔走 即便我自不量力 但母亲 这就是我苏弱的选择 鲁儿 你选的这条路 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它充满危险和困难 但并非不能成功 从今日起 我会解锁龙之界里的空间能量 帮助你脱胎换口 你会拥有军主级的战斗力 空间技能和炼药技能 升至黄旗 和你拥有守望契约的灵虫 也将获得近千年的修炼突破 成为你更加夺利的助手 这是一场处于倒计时的战争 魔童很快就要举行 你得加快修炼 还要组建可靠的团队 挑选信任的伙伴 你父亲被打得魂飞魄散 但他并没有死去 我拼尽全力留下他一缕残魂 就藏在灵之界 之界 我父亲的残魂一直在我身边 那他还有救吗 我是应该为他补魂 还是重塑肉身呢 这是你的旅途 你要自己寻找答案 八戒 八戒 那是什么光安 为什么我不是看他 别把你搁他四处全数 死心赶上 鬼子的创始女神 请您再次赐予我们力量 好 这神的光辉 请把好运赐予草原的勇士吧 塔勒日哈浪 别告诉我 你真的不知道他走了 不过 我也舍不得他 就完成那种计划 但现在这条路 依然很孤独 亏欠那个孩子的 终于还清了 曾经我的生活充满了谎言 我就像一个命运的囚徒 永远按照别人设计的轨道 盲目前进 直到如今我才觉醒 发现真正的自己是谁 这个答案无关姓名 家世 血脉谱系 只关乎我灵魂深处的本质 可我却不敢再轻快 我是一个任性固执 自私贪婪 什么都想抓在手里 不自量力 但面对逆境绝不认命 不喜欢暗场里出牌 经常脑袋发热犯错 但敢于承担一切后果 即便身负使命 也不愿辜负一个男孩 用尽全力也要爬上世界顶端的 不完美的女孩 我历尽千山万水 穿越不同次元 直面我心中的光明与黑暗 才终于找到了她 你呢 你有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 遇到一个 值得托付的灵魂伴侣 有没有走上一条 你自己选择的路